歡迎大家出現今日記者會 今天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張竹君醫生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彥塔醫生 首先請張醫生回報本地確診個案的最新情況 我們今天有兩宗確診個案 兩宗都是本地個案 首先第一宗是1084 她是一個34歲女士 她和先生和先生的姐姐 就住在匿園村的六泉樓 她在5月22日就開始有點咳 和背部痛 接著在25日就覺得很累 所以就去了看私家醫生 那26日和28日都回去了再看私家醫生 那在29日就開始 即據先生說 她開始有點痰 和胸口痛 即是胸部痛 所以30日就由喀巴車送去威爾斯醫院 那時候已經是有點痰痰和神智不清 然後就進去了威爾斯的心智治療部 她本身就是在一個葵聰健全街3號的 加利麥樓溫控的課初那裏做事 她的先生的姐姐也是在那裏做事 那我們昨晚知道她這個初步陽性結果的時候 就問到她的先生其實也有點不舒服的 那在5月26日都開始有些流鼻水 5月28日就有些咳嗽 那當送了太太進去威爾斯的時候 5月30日 她也去過看同一個私家醫生 就看過一下的 那當時也是有少少少的燒 那我們昨天知道1084這位人士 是有些初步陽性的時候 就安排了她的先生 就都送了去威爾斯醫院的 那後來都是一個確診個案 那都知道這位女士就在葵聰那裏上班 那所以我們都追尋了她的工作那些 一起工作的人員 那她是負責做一些晚上一刻上班的 就是這個34歲女士就是晚上每晚 每晚就回到8點半 放早上早上4點多 就是在那個貨倉那裏 就負責是就是把那些標籤 把那些標籤就是一些新鮮的 就是海外運回來的食物 就是那些包裝上面就是印一些標籤 所以昨晚都聯絡了她工作地址的地方的工作人員 都知道原來有兩位人士在4月底 都是有點不舒服的 那兩位都是女士 就是同時間都是在那裏上班的同事來的 那她兩位人士呢 就剛巧都是住在這個葵聯邨的月樓 那就是我們都將她們 那她們昨晚那時候就已經沒有不舒服的了 只不過是4月27 還有25號那時候就有一些 好像雙峰級那樣的病徵 那所以昨天那時候 我們找到的時候她們已經沒有病徵 不過我們穩陣一點 都送了她們去瑪嘉烈醫院去做一個檢測的 那現在兩位檢測都是有一些弱的陽性的 那要再送去我們的公共衛生檢驗中心那裏再檢測 就看一下會不會都是一個確診個案 不過根據她們的初步的問回來的病徵呢 都似乎有機會是相關的個案 那所以如果在這個工作地點 可能有機會有三個個案 那我們就今天已經去了這個地方 就是她工作地點去視察過 還有了解過其他人員的情況 那裏就有20 就是除了這兩位進了醫院 還有大概25位的同事 那我們都會安排她們去檢疫中心做檢疫14天 那同時都在那裏拿了一些環境的樣本 那就請到食環的同事做一個清洗 那都會留下一些瓶子 就給其他在同一間公司 不過是不同時間上班的人 那會拿一些心口脫藝的樣本 那裏可能有幾十至一百人左右 那另外呢就是她居住的地點呢 就是在栗原村的六泉樓 那我們都會好像上次在檸木樹那樣 都會和房屋處的人員 就安排一下怎樣派些瓶子 就是留些心口脫藝的樣本 就給她的六泉樓的居民 那另外就那兩位初步陽性 就是比較弱陽性的人士 就是兩位都是住在葵聯村聯月樓 那我們同樣都會當一個確診個案 暫時確診個案的處理 都會聯絡回聯月樓那裏 就看看怎樣可以安排 就給那些居民都留一些心口脫藝的樣本 那看看會不會有些什麼的擴散的情況 那另外就是這位人士 就平時就因為上夜班 那天早上都有去一些街市 例如那頭的街市和斜的那些 就有幾間店鋪他們會比較多幫襯的 那那些店鋪的工作人員 我們都會安排拿些心口脫藝的樣本 那暫時就是這麼多 那麻煩何外醫生幫你幫忙 另外就是因為這個個案 那他都看了幾次這個醫生 那當時可能都是當了他 是一個上呼吸道感染 就沒有留到樣本 那我們都提醒了 就是私家醫生 可能就是因為這些病人 可能他沒有一個外遊紀錄 那可能大家有少少忽略了 可能他未必是一個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 就未必會特意幫他們留樣本 那但是就是都想提醒 尤其是我們現在都有這些個案 那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病 那都會比較 就是可能是很輕微的一個 雙風級的病徵 那所以都呼籲私家醫生 那提高警覺 那如果任何有雙風級的病徵的病人 那都要盡量幫他們留的樣本 那以及做發現 那另外市民也是 那市民都要留意回 那其實雖然好像現在 就是主要都是海外輸入個案多 那始終本地的情況 可能都是有些隱形的傳播鏈 那如果市民自己有一些雙風級 或者是不舒服的情況 那去私家醫生 那時候看醫生 都提一提那個私家醫生 說我是不是需要留一個樣本 那我們現在都是免費提供些瓶 還有化驗是給私家醫生的 謝謝 那請何醫生說我們會報一下 醫管局方面的情況 好 各位你們好 那截至今天中午十二點 在過去二十四小時 醫管局的系統一共情報了十二宗個案 那連同之前仍然留院的個案 我們現在有五十八位病人 仍然需要接受隔離治療的 那在過去二十四小時 我們有一位確診的病人 那他的號碼是一千零五十一號 那至今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千零三十七位病人 已經康復出院了 那截至目前我們是有四十四位確診的病人 分別在我們九間的醫院留醫 其中兩位病人情況是危殆 他們的號碼是五百九十五號 那還有一千零八十四號 那沒有病人情況是嚴重的 而另外有四十二位的病人情況是穩定 那截至今早九點鐘 我們的負額病床的數目是一千二百一十九張 那至於負額病房是六百五十九間 我們的使用率分別是四十二個Percent 和是五十一個Percent 那都想補充一點點 先頭張醫生提到 我們剛剛新確診的那位病人 那一千零八十四號 先頭都有提到 因為那個女病人去到急症的情況 其實已經很危急 那也都需要即時進行那個急救 那主要負責急救那些急症室的 和深切治療部的醫生 醫護人員 其實都基本上都是有佩戴全套保護裝備 裡面包括N95 全面罩保護衣 還有有手套的 但是由於當時病人的情況是非常危急 而且又有出現神智不清 還有禽氧量是很低的 所以我們急症室也都有其他醫護人員 主動去幫忙做抽血和心電圖等等的工作 之後我們檢視情況 發現在急救的過程中 有一位醫生 一位護士 還有一位病人 服務助理 因為當時急需參與我們急救的病人 當時沒有配戴全套保護裝備 考慮到這個病人 其實病毒的載量其實很高 同時他當時需要一些高濃度的氧氣 最後也是需要插頭幫他呼吸 所以在這裡整體觀及所有因素 其實我們和衛生防護中心評估之下 這三位我們的醫護人員會定為密切接觸者 需要進行14天的檢疫隔離 另外這次病人的情況 其實一直都是危殆 病毒的載量就高 所以在謹慎起見那裡 醫院會為所有這次參加過急救的醫護人員 進行14天的醫學監察 包括每天量體溫 同時我們也會幫他們進行 多次胸後退疫的檢測 雖然我們看到香港疫情稍為有緩和 少了本地的個案 但我都希望提醒所有香港市民 和醫護人員千萬不要鬆懈 雖然嚴重的個案在香港一直都相對 是比較不是很多 但是這個個案其實正正好好的提醒我們 千萬不要輕視這個病毒的嚴重性 所以我們都明白理解我們醫護人員 就是救人深切 但是我們都很想再一次提醒我們的同事 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 在進行高風險的程序之前 必須要穿戴很合適的保護裝備 才好接觸病人 另外市民也都再次呼籲你們提高警覺 如果有些不舒服的時候 請你們盡早求醫 我們公立醫院的急症室 和普通科門診 其實都會為病情相對輕微的病人 進行提供心後退疫的檢測 所以如果真的病人有需要有不舒服 就請你們盡早去求醫 我們報導在哪裡 不好意思 我剛才可能講漏了 那個先生就是1085個案 男士56歲 他自己現在就沒有上班 太太本來就負責買菜 因為她二十幾號之後開始病 那個先生就負責去 主要都是買菜 都是去回太太 平時去那幾間 當然那個太太 有沒有去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暫時就問不到 因為她是在心室治療部 主要的資料都是靠回她先生 和她先生的姐姐提供 現在提問時間 請大家先舉手 用我同事交給你的咪發文 在發文前請介紹自己代表傳媒機構 第一位那邊 那位女士先 你好 其實想了解1084那位女患者 她其實本身的健康都良好 但是可以有病毒狀量這麼高 和惡化的速度這麼快 有沒有調查一下 其實她在什麼途徑感染到 以至到可以這麼急速惡化呢 剛才也提及過 有兩位弱陽性的同事 他們也是有同病 即1084一起負責標籤一些食物 想知道這些食物 其實有沒有流出了 在一個物流公司以外的地方 即如果有人買了來吃 其實是有沒有一些風險 還有兩位弱陽性的 都是其實住在同一個村 那有沒有可能 其實是在一個村的環境受感染 還是從1084那裡 即是跟她有關 那關於參與她急救 那裡也有些事情想問 就是三位沒有穿上全套裝被參與的 醫護人員 他們有沒有份 即是做一些插合等等的 就是他們感染的風險是怎樣呢 麻煩你 所以我或者我回答一下 就1084的感染途徑 當然是調查中 不過我們都找到 有兩位人士是有些弱陽性 所以他們在那個工作的地點 有一個小型的爆發 就是可能是有一個傳播鏈 那兩位弱陽性的人士 就是比較早發病的 即一位是4月27號 就有些低消化有些咳嗽 那另外一位是4月25號 開始有些不舒服 那當然他們不是一個確診個案 但是由這個時序來看 有機會是他們兩位 就已經是早些發病的個案 而這位1084就是遲些發病的個案 那有機會是在那個 就是那個貨倉那裡有些傳播 那至於真的到途徑 怎樣傳播的話 我們就正在調查中 好 關於那位幾位醫護人員 我們有一名醫生 就去幫忙抽血的 那他當時就有佩戴外科口罩 全面罩和手套 不過當時就沒有穿到保護衣 那另外一位就是 幫忙做心電圖的病人助理 那他當時也是有佩戴外科口罩 手套和保護衣 不過就沒有戴那個全面罩 那也都有一位護士是協助去做急救的 那他就當時只是戴了外科口罩 那在這裏呢 就我們都是整體來計 我們都是說 就是考慮幾樣因素 就一樣呢 就是那個病人那個 就是那個病毒的載量 那個病毒的載量都是高的 那還有呢 就是當時都是有紋高濃度的那個氧氣 那還有呢 最後來那個病人是需要插口治療 那所以呢 整體我們就是 就是看了幾樣病人的因素 就是我們醫護人員 穿著的保護裝備 那所以呢 整體來計 我們就安排了 就是他們是定義為密切接觸者 那所以呢 都是需要有14天那個隔離觀察 那那個食物那個理責 不好意思 那些標籤 那些標籤 據我所知 就應該是一些包裝了的 一些蔬菜水果那些 那就應該是每一天清的 就是 因為他們回夜班 就是幫忙貼了一些標籤 然後第二天就會送出去市面的 那當然就是 其實那些是包裝來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真的有一些 他們都會戴手套啊 戴口罩 就是如果萬一有些什麼 不感染啊 或者其他呢 其實大家最重要就是要洗手 就是碰過一些東西 要洗手啦 要煮食啦 要煮縮啦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下位這邊前面 教授先生 Hello Three questions from RTHK So could you explain What's the possible source of the new cluster Case number 1084 because she also went to a private doctor a few times before being confirmed would you say the private doctor had failed to detect her illness at an earlier stage and how could we like fix this loophole and thirdly about the medics who weren't wearing full PPEs would you advise those medical staff to avoid attending to patients when they are not fully gown or not wearing face shields etc. Thank you. The possible source of case 1084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but preliminary we found that two of her colleagues in Quaichong the workplace have been tested weekly positive pending confirmation so the two colleagues had on self symptoms a bit earlier than her it's in end of April so it's likely that there's a transmission in the workplace that she acquired the disease so but the exact route of transmission is still being under investigation so the patient had attended the general practitioner a few times but because she does not she did not have any travel history possibly so she did not receive any tests from the general practitioner so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alert the doctors in Hong Kong that although most of the COVID cases in Hong Kong are related to imported with travel history there are possibly some still some silent transmission in the community and if there is any patient any patient with respiratory symptoms advised to take a test for the COVID-19 so and also the general public if you are having any respiratory symptoms or loss of smell or any weak symptoms that may be suspicious please go to see your doctor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ask for the test so for the case when the patient first arrived in the emergency room her condition was already very critical her oxygen saturation is below level and also she was confused at that time so for our team responsible for the resuscitation room the whole team were on full PPE year and because the patient was very critical so that's why other team members in the emergency room also joined the resuscitation and so we also remind our staff we fully understand that they really want to help and really want to help the resuscitation of the critical patient so we remind them to better equip themselves with full PPE before they join the resuscitation so that's a follow-up question IO CELLO Hi 您好 I TVB 其实想问一问 其實1084的患者 她也看過幾次私家醫生 其實想問一下私家醫生的名字和地址在哪里 以及他們有沒有接觸過多少個病人 就是在那段時間裏面 還有 有沒有問 司機醫生為何不叫他留藥本 有沒有司機醫生的說法是怎樣的呢 還有 想問 之前莉木樹村的患者 其實都不知道那個傳播鏈在哪裏 其實是否會影響現在的限聚令呢 我們都留意到 這位病人都看了幾次司機醫生 都跟那位司機醫生都了解過 當時都是當為他上呼吸道感染的情況來醫治 可能都是因為他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外遊記錄 可能都沒有留意到 可能都有機會是一個失言冠狀病毒的情況 所以就沒有幫他做一個測試 我們都希望值次機會提醒其他的醫生 有這樣的情況會出現的 所以如果現在有病人是有些呼吸道的病徵 或者都來看過不止一次 那多重要是可以幫他們拿個瓶去化驗 有沒有說其實在那段時間 就是那個患者去看醫生的時候 會不會跟其他人有接觸呢 有沒有說有多少個病人跟人接觸呢 就是沒有什麼跟其他人有接觸的 他每一次都是去好短時間 幾分鐘那樣的 但是為了謹慎 我們都有會 私家醫生和他的職員 都會留一些心口腸液的樣本去做測試 下一個個位置 麻煩你 你好 阿Kable 都想問回其實這兩個個案 其實都跟先生的姐姐一齊住 暫時其實那個姐姐她是有沒有病徵 第二就是這個太太送去醫院的時候 其實她都惡化得很快的 她本身有沒有什麼長期病患 還是純粹是因為這個病毒量比較高 所以都影響了她那個病情呢 第三 都想問回其實 他們那個太太工作的那間公司 其實都有 剛才說都有幾十至一百個 同一間公司工作的人 為什麼他們只需要 就這樣留樣本 不是有一些進一步可能的檢疫措施呢 因為你都說可能當中是有傳播鏈的風險的 可能有機會是從環境上面有一些感染的機會 另外都想問回 就是太太現在是不是 還在用新藥 因為都知道那個新藥計劃 其實是去到二十九號 看看她是不是還在用新藥 那個姐姐就暫時沒有病徵的 但是她會被我們送去檢疫中心 都會做測試的 那那個她因為這位 就是那三位確診 一個確診個案和兩位弱陽性的個案 她們都是回夜間的 晚上回夜間就是有二十幾位同事 那些我們都 無論她是不是真的戴口罩或接觸 我們都當她是一個可能有機會 在環境而感染的途徑 所以都會送她們去檢疫中心的 那間公司也很大的 就是整棟東西加上可能隔離 整棟都可能有一百人左右 那其他人就不是說一起工作的 只是同一間公司 可能她有些是回日班做其他工作的 那我們穩真起見都會幫她們做一個心學的診癒 好 好 關於那個病人 那個病人本身就沒有長期病患的 亦都沒有吃煙的 所以為何我們特別都強調 就是要早檢測 早隔離 早治療 以及可以做到個案追蹤 那這裏那個很重要 因為始終我們在外國都看到 有一些個案她本身是沒有特別長期病患 亦都相對是年輕 但是他們都可以會去到惡化的情況 在這裏做檢測有好處 就是對於自己來講 我們可以早些幫她檢查 究竟那個病毒在她身體 造成那個病況去到哪裏 那我們可以早給予治療 至於社區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早些隔離 亦都早些導入個案追蹤 那就不會減少在社區的傳播鏈 另外就是記者朋友都很清楚 那個瑞德西韋 其實那個試用期 其實去到5月29號 但是就住這個病人的情況 所以我們醫護人員 特別去了那個藥廠申請 可以讓這個病人都用到瑞德西韋的藥 所以我們在這個病人其實就使用了 我們看看昨天其實她都要插喉 另外就是要用高濃度的氧氣 並且要用一些特別的方法幫她 我們就叫做苦惡式 但是今天情況就省微好轉一點 我們仍然是插喉 不過就用回養惡式 等於我們平時睡覺的樣子 就是臉向天 都希望祝願這位病人的情況繼續好轉 下一位那邊 這位前面 你好 是香港01的 就想問回 其實網上有一些醫護的消息 就說到那個1084確診的女病人 曾經去過 拿完普通科門診所求診 還有都有說到她的先生 報稱的地址其實是跟那位女士不一樣 在南昌村昌重樓的 就想問一下這個消息是否準確 那位女士是否真的有去過 拿完普通科門診所求助 如果不是的話 想問到底她看那間私家醫生是哪一間 另外就想問一下 今次也有說到 私家醫生可能有忽漏 但是政府就沒有規定 私家醫生一定要幫忙留的樣本 請問衛生署覺得 這個是不是一個漏洞呢 還有如果一直都不能夠 在私家醫生診所 大範圍做檢測 是不是未能夠做到 那個社區擠查的作用呢 另外就還想問 其實現在每隔10多天 都有一些本地的零星個案 衛生署認為限聚令的措施 是不是應該如期放寬 還是一有一些新的本地個案 就要停止放寬呢 還有6月4日的限聚令 是不是應該要繼續延長 還有擔不擔心無聊期的 限制那個社交會為市民 帶來一些心理壓力 令到更加多人不遵守這個規定 麻煩你 我現在手頭上的資料 其實跟司頭張醫生公佈的一樣 那我就沒有說 他到底有沒有去過戀員 不過我會幫你查 至於私家醫生是否檢測 我們都是希望用一個鼓勵的形式 因為私家醫生他本身是一個醫生 他都會有臨床的判斷 究竟是甚麼情況是需要做些甚麼的檢查 這個就不是說我們可以強制 叫他們幫忙做的 我希望他們聽到我們的呼籲 鼓勵他們盡量把我們有一些免費的測試可以做 盡量利用這個方式 就幫病人做個檢測 我想這個限聚令和本地的情況 都是要看看未來的情況發展 比如我們現在這個個案 是不是單單都是這兩位 或者至到四位 會不會有一些突然間爆發的情況 這些都可能會政府都會考慮的 後面那位男士先 你好 商臺 想問一下第一個問題 就是都提了很多次那個私家醫生 有沒有說那個私家醫生的診所 究竟是甚麼位置 可否給多一點這方面的資料 另外就是都提到 他是不是有包裝一些貨物在海外 知不知道那些貨物在海外 即是哪些國家到來的 會不會跟他的來源 譬如說可能疫情在爆發 會不會有關係呢 另外就是因為之前 比如說派進開始有這些安排的時候 也有發信給私家醫生 就著今次這個病人 這個情況 會不會再發信給私家醫生 或者私家醫院這些 提一提他們 甚麼時候應該採集樣本的指引 衛生傳媒會考慮做回這件事 謝謝 那私家醫生應該是在溺原村那裏的 那些貨物據我們所知 應該是在英國過來的新鮮的水果蔬菜 是這樣的 那我們其實連續都 就是前後都發了很多次信 都被私家醫生提醒他們 就是輕微病徵的可以做 或者在哪裡可以拿瓶 我們都會考慮 不過要看看 怎樣用甚麼方式 可以鼓勵多一些 他們可以做多一些 下一位那邊第二行 白色教授那裏 兩位你好 明報許方文 想請教一下 剛才說過 那些蔬菜在英國運過來 即是包裝了 但是想問一下 有沒有評估過 可能本身表面已經受到污染 而令到那個工作場所的其他人 可能有機會感染呢 想問一下其實來的時候 它有沒有一些特定的程序 是消毒過的 和剛才計算一下 兩個弱陽性的同事 那和34歲女患者 其實他們的病發時間 是差了差不多一個月 即是兩個潛伏期 那其實有沒有評估過 那個工作場所 可能有多少潛在的患者 是它都是隱形患者 那再傳出去社區 造成一個 就是不知道多少條隱形傳播鏈 那個風險高不高呢 另外就是想問一下 34歲女患者 那個情況的 即剛才說插喉 意思是在急症室已經插了喉 還有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即它廢花的情況是怎樣呢 是不是兩邊都花光了 還有剛才一直說 它那個毒量高 含氧量低 即是有沒有數字可以量化 它那個嚴重的情況是怎樣呢 第三個就是 即剛才有提到限聚令 但想問回其實 現在是不是可能在科學角度的立場來講 現在是微適宜放寬那個 即將解滿的限聚令呢 而早前特首有提及過 就是要提升那個檢測量 去到每日7000個樣本 想問一下現在衛生署和HA 除了說增購儀器 或者增加人手 那有沒有其他的新的方法 即譬如在流程上 是可以加快或者增加那個檢測的呢 麻煩你 就那兩位病人 弱陽性的兩位病人 就是四月底五月頭 那相隔這位1084 就好像是長了一點的 那會不會中間還有一些隱性的病人 又感染了 不過他沒有病徵 我們就不清楚了 當然現在都在調查中 那所以我們都覺得 這裡可能有個小應爆發 那所以就會將他所有的同事 都會接受檢疫的 那還有都會做測試 那就希望看看 會不會有機會中間 有一些隱性的傳播鏈這樣 那當然因為他們都 就是那兩位弱陽性的人士 就病了 現在都相隔快一個月了 那變了會不會已經有一些 那些社區傳播或者其他 我們都不可以排除了 那所以他們居住的地方 那棟樓 那我們首先就做起了 就會看看會不會有些傳播在那裡 那所以就會做一些心口唾液 樣本的測試 我先講講那個病人剛剛在急症室的情況 那那個病人就一進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 就是個人有點confused 就是會有些亂了 那因為他當時那個含氧量 其實在聞著我們叫做15公升 就是每分鐘15公升的氧氣量 其實他的含氧量都是60-70公升 就是插頭那個治療 希望插頭幫到他可以休息 那至於照那個X光片 其實他兩邊都是有廢花的情況 就是我們都是見到一些病毒性 就是X光片的表徵 那裡就是我們叫磨砂玻璃體 那兩邊肺都有 還有尤其是上半部分 那至於我們檢測的那個數量 其實醫管局客廈的那個化驗室 到最近其實我們已經超過 做了9萬個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 如果就著大概5月 因為我們其實都擴闊了 就是加強了檢測 那現在每天其實我們都 大概做超過1000個test 就是之前那個檢測 就可能都是說入院 有發燒或者上呼吸度感染 那其實我們現在加大了那個檢測 就是一些在院舍來的 就是裡面包括一些老人院院舍 或者一些肢體殘障人士 還有如果他是精神科病房的病人 其實他們沒有病徵 我們都會幫他做一個 就是如果他能力上面 可以交到心喉退役 我們都會幫他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都是想加強檢測的服務量 下一位那邊第二行中間的那位 那位是先 你好 東方的 我想問一下其實剛才剛才問到禁聚令 其實都已經是到期了 另外其實看到現在的學生都開始陸續復貨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有一些部分的看落設施 其實現在都開了 例如游泳池等等等等 會不會兩位都會覺得 如果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本地可能有隱性傳播鏈 還有都會有小型爆發的情況下 會不會覺得這些設施 其實暫時都應該再關閉 或者是復貨的情況下 應該暫時都不會再復貨呢 另外就想問一下 其實今天那位患者是居於那個單位 是哪一個確實的單位 還有衛生署究竟今天是 總共在這個葵聯 就是兩個大廈裡面 總共派發了多少個樣本檢測呢 還有就是想問一下 其實會不會說 衛生署現在能不能掌握到整個社區傳播的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上一次出現本地感染過關於荃灣 今次就在沙田這個情況 那或者其實整個社區傳播範圍會有多大呢 會不會說特別在加強這部分的社區裏面 有很多檢測 或者附近要上課的學生裏面 就是學校都會加強一些檢測等等 還有就是想問一下 究竟會不會說 當初究竟有多少個醫護 總共在A&E那裏幫忙救救 謝謝 我想本地的傳播鏈就一直都沒有斷過的 就是我們陸續都看到 暫時有一些本地個案 所以我們可能是沒有辦法 就是找到所有的本地的個案 就是沒有辦法用 就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本地的傳播的 隱性的傳播一直都有些 不過有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些本地個案 發現了出來 有時就未必見得到 這個措施來講就是 就是看看那個相應 究竟社會接受多少 措施是不是全部都是要禁住 一個個案都沒有 很大很長的時間 因為大家都在接受 可能有一些低數量的傳播 不過就是社會仍然要繼續運行 那兩個大廈呢 我們現在才安排 因為其實人數都比較多 還有都要找房屋處的同事去設助 那我們目標就是希望派那兩棟大廈 但是現在都是開始安排的 至於會不會局部看看 怎樣做多些測試 就是他們兩位人士居住的那棟大廈 我們會盡量看看做些測試 另外那兩位若陽性居住的地方 我們都會 但是香港始終都是很小的 就很難說那個傳播鏈 一定是不是在沙田區 或者葵青區 或者是荃灣區 其實都是如果是一些沒有病徵的人 就很難說全部都做測試 因為全港香港700多萬人 都可能會有機會的 但是反而就是 如果自己是有一點點病徵的人士 就盡量接受測試 就是如果你是有一點點呼吸度的感染 就不要說在家裡休息一下 盡量去看醫生 看醫生也要告訴醫生 我會不會有機會呢 可以找一些測試來做 醫生也要比較警惕 如果真的有些有呼吸度病徵的人 就盡量幫他們做測試 我們不會公佈這些資料 在急症室 TOTAL接觸患者 有12位醫護人員 先頭和大家提過有三位 另外那九位都是有全套保護裝備的 下一位 那一位男士先問730 你好 AM730 想問幾個問題 就是首先 那兩名住在葵蓮村的同事 過往其實有沒有外遊記錄 還有他們在發病期間 即4月發病期間 或者最近有沒有去過哪些地方 另外知不知道他們包裝的貨物 其實主要是運往哪些店舖的呢 第二就是 想問無業的丈夫 除了要到街替老婆買菜之外 其實還有沒有去過那些什麼地方 他看過的私家醫生 其他病人是否需要進行病毒檢測的呢 如果是需要的話 那私家醫生的名字是什麽呢 第三就是想問一下 上次黎木樹那個抽驗派瓶 結果最終是收到多少回來呢 還有今次預計要派多少個瓶呢 麻煩你 就初步調查那兩位弱陽性的人士 就沒有外遊記錄來的 都是一些在家居住 不同的家人 平時員工就會去街市買菜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聚會 或者其他的情況 那位先生我們初步問 都是生活都比較簡單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聚會 或者去過什麼地方 那病人 忘記了是什麽 私家醫生 私家醫生 我們初步問到 就沒有跟其他病人有接觸 所以都不會想著 幫那私家醫生的其他病人做測試 但是那私家醫生的診所的職員 和他們都會先做測試 他在拿完的一位姓李的醫生 那些貨物運到哪裏 和尼木樹收了多少個瓶 這次會排多少個 尼木樹就收了二千多個瓶 全部都是陰性的 這次就要看看兩棟大廈有多少戶 我們初步知道 每一棟都可能有幾百戶 那邊是第四項 你很順道的 首先想問一下關於1085 有報稱他曾經說過自己是住在南昌邨 其實他有沒有去過 或者是否住在南昌邨呢 另外就是他30號看醫生的時候 有沒有跟醫生說到他妻子的情況 還有他們兩個其實一路以來 有沒有主動要求過想接受這個檢察呢 另外就是關於兩位同事 他們現在都有弱陽性 想知道他們是不是同住 是一個什麼關係 他們有不舒服之後 有沒有去過求醫 還有都知道你們有拿到環境樣本 其實是什麼地方拿到環境樣本 是不是包括一些貨物的包裝上面 因為剛才有行家都問過 會不會有機會都已經受污染 有沒有在那些地方拿藥本 最後就是關於私家醫生檢測方面 其實衛生署也很多次發信給私家醫生 其實現在每一天 大約私家醫生拿到的樣本 大約是有多少呢 還有現在都說用鼓勵的形式 但是除了鼓勵的形式 會不會考慮用一些其他方式 去令到可以加強這方面的檢測呢 是這樣可以嗎 我們初步的資料呢 我們初步的資料呢 就是1085就是住在力園的 沒有提過說住其他地方 那他去 他5月30號 然後太太入院之後 他自己都去過醫生 那裡都跟私家醫生說過的情況 但是環境樣本 我們都是拿了一些工作 就是因為它是晚上補充的 日後就已經沒有貨物了 那我們去的時候 都是拿到一些環境啊 一些桌子啊 這些公用的設施啊 一些手柄這些地方 那每一天呢 現在就應該收到百多個 幾十個至百多個樣本 由私家醫生那裡 那我們當然都希望私家醫生可以 就是盡量 如果有呼吸到病徵的人呢 盡量幫他們拿陽門 那兩個陽性的同事 他們是同事 同事 同事 那兩位 因為都是住在這個區域圈 嗯 是不是同一個單位 不是同一個單位 有沒有曾經投資 有的應該 有的 有看過私家醫生 有的 有兩個各自看過私家醫生 不過我們都要詳細再問回 下一位 各位男子 都是想問回貨物的問題 因為那些貨物其實來自英國 究竟他們被污染的機會有多大呢 就是令到他們受兩位陽性 還有這位女環者受感染的機會有多大呢 還有你都說那些貨物是天天清的 那如果他們流出市面 就是造成一個社區爆發的機會又有多大呢 可不可以講清楚這一點呢 麻煩你 我想你說被污染都是一個假設性的 那所以我就不可以說 就是我沒有證據說那些貨物被污染 那就不可以再回答你其他的問題 好 如果沒有其他未提問過的記者想再問 那今天記者會就到此緣結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等下